小枫 你看 原来真的有望川 不要 小枫 不要 顾小五 生生世世 我都要永远忘了 小枫 西境有个传说 望川之水在于望景 只要跳进望川之中 便会忘记人间一切烦恼 生生世世 我都要永远忘了你 天通二十三年 为维系西境与中原的和亲传统 西周王许文成 与和亲公主明远 向豊朝提出了和亲请求 而此时的豊朝 太子豊成记 引荐发科举舞弊一案 与皇帝起了冲突 难道您为了包庇奸 连国法都不顾了吧 盛怒之下 皇帝责令太子 即日启程 远赴西周求亲 随后前往西境安护府 未见军功 不得回朝 靖国法都不得回朝 与皇兄一同前往西境 陛下 五皇子年岁还小 此番只是意气用事 带臣妾回去好好管教 父皇 五弟向来情深义重 想要陪伴皇兄也是情有可原 只是塞外不必上京 五弟自有锦衣玉食 怕是难以适应 承鄞 你想好了吗 父皇 我想好了 我也想借此机会去边境历练 既然你有这个心 朕成全你了 谢父皇 赶紧 故随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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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师父 救命啊 师父 你看 这是我今天赢的 我送给你 你可知道 在我们中原 女子要是把绣球送给男子 便是要许配给她的 是吗 好 那若我是师父我就嫁 师父 你愿意娶娃吗 傻丫头 不 九公主和亲的嫁妆 准备得怎么样了 王上放心 每样东西都是挑顶好的 绝不会让九公主失了面子 那就好 九公主平时喜欢的东西多倍上些 她年纪小又贪玩 此番远离西州去合金 难免回想家 是 阿娘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阿爹 你们就真的忍心把我 嫁到李朝那么远的地方去啊 小方啊 你要十大体 十大体的姐姐那么多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啊 再说了 明远娘娘也不是狄公主 她不是照样一个 谈口外礼 明远娘娘是你的长辈 是你能随便评论的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瞒着小枫 你现在倒来责怪她 你少谈过她 她这种无法无天的性子 我真该好好管管了 来人 在 把九公主给我看牢了 布置出寝殿半步 阿爹 现在父王是铁了心要把我 嫁到李朝去 你带我走啊 除了你真的没人能救得了我 小枫 如果你不是西州的嫡公主 师父一定带你走 你知道我根本不想嫁过去 我只想留在草原上 你之前说过 你最疼小枫了 是不是 带我走吧 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 对不起 小枫 我不能带你走 师父 顾剑 我嫁到李朝去 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我还以为你对我跟别人不一样 说好了一辈子保护我 为我着想 为我好 都是骗人的 大骗子 师父 顾剑 你不带我走 我自己想办法 重原皇子 我告诉你 拉一个面一个 看你们谁敢娶我 起 好 行就你了 谁敢刘吗 这虽然是他 后天救你 我 reminds你 神经天帝 多伤心 这虽然是 于水 你不许呢 死了 每次价 你身边也好有个照应啊 别人都是打破头往宫里挤 已到 请只想被流放 皇兄 你可不知道 我在这儿啊 你在宫里舒不自在多了 你就别让我回去了 回去 又要出出挨母后的责骂 这样也好 姓氏来报说 五皇子和太子已经到了天耕山 李燕之城还有三日的星城 五皇子也来了 承鄞这孩子身世也是苦啊 不知道豊朝发生了什么 总觉得有些蹊跷 近日我这心里总有些不安 穆哥哥 你带些人 前去接应一下他们吧 你安歇养兵 我去接应他们 鱼 走 驾 皇兄 你们都下去吧 是 阿渡 来 来 小枫和你一起长大 情童姐妹 你也不忍心看她 嫁到豊朝那么远的地方去吧 这一切 都是那个明远造成的 是她蛊惑了王上 你知道该怎么去做 是 阿渡明白 有刺客 保护明远娘娘 阿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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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要保护明远娘娘 就应该知道 大妃是想阻止这次和亲 才会对一个垂死之人下手 你今天能拦得住我 但你拦不住宫里的鸣枪暗箭 对 你要知道 只有小枫走了 明远娘娘才能安全 师父 好 你来干什么 带你走 现在你还愿意跟我走吗 本公主言而有信 不像某些人 好 你先出城 再离人坡的沙丘等我 你不跟我一起走啊 我答应过义父 要照顾明远娘娘 三日 三日之后 义父一回来 我就来找你 你说的 只有三天 不许骗我 一定 是 检查现场 你可封锁此地 放约五十里 不 一百里 一只鸟都不能放过 立即修书 八百里夹鸡 将此事向上京奏报 传令安护府上下 所有人待命 上一对策 是 是 西北的太平日子 到头了 怎么还不来呀 不会又是骗我的吧 小马 幸宽有你陪着我 不然啊 我要在这儿离人坡上闷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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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她不是在瞧月亮 是在等凤阳归来的姑娘 若是瞧着月亮 此理翘楚灿亮 凤阳归来的姑娘 带走了心房 可是晒着太阳 狐狸晒得心发黄 喜马尽阔的姑娘 已不知去想 若芸 姑娘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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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醒醒 自然 你都会想到 你还想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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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你也是何人 你是雷 谁派你来杀我 杀你 是我救了你好吗 我还给你包杀了呢 救我 你到底是谁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你怎么会受伤的 为什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你醒醒啊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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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原的吗 小枫 你醒了 想要喝水也不失不可以 不过你要先告诉我 你是谁 从哪儿来 为什么会受伤 你这是什么态度吗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薄酸 真舒服 舒服 舒服 你先放了我 我就告诉你 放了你 你当我傻子啊 放了你不就跑了 你救我 应该不是为了把我困在这儿吧 你救我 既然不是 赶紧把我放了 我好 拿 放了你也不是不行 不过既然我救了你的命 你就得报答我 这样吧 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 我就放了你 好 拿三件 我想想 玉玉 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了一把丹蚩人的武器 丹蚩 依莫言曾率丹蚩军队骚扰我边陲海州城 末将已派人着手调查策案 看是否丹蚩人有关 裴将军辛苦了 传我口令 即日起 全城戒业封锁消息 为令者斩 诺 等等 无论如何要找到五皇子 是 这是要变天哪 你到底想好了没有 别着急呀 想着呢 都想了整整一个晚上了 我还有钥匙在身 你先放了我 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你说的钥匙 是 这儿是这个吧 还给我 给我 给我 这到底是什么呀 给我 给我 想让我还你也不是不行 不过 你得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呀 我是豊朝的商人 要去你们西州做生意 没想到 半路遇上了杀盗 抢走了我的货物 我和我的商队走散了 我和我的商队走散了 你手中那个是我的通关闻蝶 如果没有它 我就再也做不了生意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要早说 我不就不绑你了吗 你看看 不过幸亏你遇见我了啊 你放心 这事交给我了 我保证给你报仇 把货我都给你找回来 肯定 就算我搞不定 我师父也可以啊 我师父是全天下 最厉害的人 而且我只要一放鸣地 他立刻就能出现在我面前 你不信啊 我现在就给你找 我鸣笛呢 完了我鸣笛找不着了 原地休息 请点人数 有人来了 收获怎么样啊 收获很多 再来 到 Double Lat 你勤内 闻僅 大夫是 Dent 别話 找什么 大夫оном 这位灵 爹 两次两次了 汤丸 明明是你非要他去和亲 才把他逼走的 大飞莫要担心 小枫不会跑远 一定会找到的 说得轻巧 不是你亲生的 你自然不用担心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 小枫 不是经常跟顾剑在一起吗 顾剑 现在何住 属下已经派人找过了 顾公子也不知去向 好 好啊 一个逼着我女儿去和亲 一个私自拐跑我女儿 你给我记着 如果小枫有什么闪失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够了 你还嫌不够乱 再派五百金鸣 把九公主给我找回来 是 表哥 驾 驾 驾 高将军救我啊 高将军救我啊 殷将军 这回收获不小啊 高将军 高将军 当初你我约定一年三次 胆蚩掳掠边境村落 只要你们西境安护府一出兵 我们便退 我们得了些财物 你也没少正军功军想啊 中原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养寇自重 养寇自重 是我们这些寇演得不好吗 最近边境不太平 你最好约束好你的手下 不要靠近边境村落 我们的交易 无限期暂停 是不是你们豊朝 出什么大事了 依莫言 有些事最好不知道 回头闹出事来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进 谁 谁躲在那儿 抓住他们 快走啊 上次你救了为命 这次就当我还你 不用走 你等我啊 干吗 回来 是我 表哥 是我 小枫 是我 你怎么在这儿 不会又是偷跑出来的吧 表哥 你怎么在这儿 而且还带了这么多人 你不会是 阿能派来抓我的吧 抓你 我才没那闲工夫呢 我们是来办正事的 就你一个人吗 小枫 最近局势乱 你一个人出来 太不安全了 我派个人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带护卫了 就在后面呢 那也好 表哥还有要紧的事要办 就不能陪你了啊 不过你必须向我保证 马上乖乖地回西州去 我向你保证 表哥 放心吧 臭丫头 走了 表哥再见 再见 走 喂 咬闹 være 来 来 这 来 来 我带了 快 来 来 带 她们走啦 三 日 劍 就这么走了 怎么又是三日劍 三 日 劍 五皇子 可还记得在下 豺先生 豺先生 姥姥 怎么是您啊 五皇子 受伤了 皮肉伤不爱是 嗯 豺先生 当日您教会我舞珠莲环剑之后 便再也找不到您了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一直在西州 为明远娘娘效力 明远娘娘也是万分交集 特命在下 四处找寻五皇子 请您通报明远娘娘 说我一切都好 请她放心 您这是要去安护府吗 是 安护府也在四处寻找五皇子 这是现在形势不明 人多混杂 路上极不安全 您还是换身装束 在下护送您去安护府吧 有劳柴先生 小枫 师父 小枫 小枫 师父 我可算找到你了 说好了三天的 这都几天了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我在沙丘里 见到你的名敌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特别担心你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你没事就好了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酒也洒了 吃的也吃光了 血也喝完了 饿肚子了吧 你受委屈了 你受委屈了 那我们赶紧走吧 好 小公主 我们可算找到您了 快跟我们回去吧 师父 我不回去 您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王上和王后都很担心公主 您要是不跟我们回去 王上会砍了我们的脑袋的 顾少侠 今天您要是拦着 还不如杀了我们 否则我们回去 也会被王上杀了的 好 我跟你们回去 无法无骗 陛下 这是怎么了 怎么生这么大气啊 承绩 在西州被刺了 什么 那承绩 承绩他怎么样了 承绩 他死了 死了 啊 陛下可知道 是何人敢如此胆大妄为 丹蚩 丹蚩 朕 要他们辅助 上百倍的代价 一群废物 本王不是警告过你们 不许留下活口吗 五皇子就算再想逃 也无路可去 他一定会去西京安护府 派人驻扎在那里 一见到五皇子入城 就地斩杀 是 五弟啊五弟 你别怪我心狠手辣 你不许留下 谁让你自己非要跟去 留下你只会后患无穷 五皇子 在下就到此直播了 多谢柴先生相助 住得 这就被记录过了 这就得说了 好了 心情的 这么可 і avia 葵 丹� HDMI 走 五皇子 阿正 阿正 你没说 好 走 将军 到 到 到 将军 来 来 将军 拜见五皇子 这位是西境安护府都护高显将军 高将军 快请起 九将军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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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皇子 终于找到您了 皇后娘娘跟高相近日寝食难安哪 有没有受伤啊 皮有伤 我也是 我带了衣室 先给你疗伤 等一下 我再给你请教事情经过 裴将军 在 快快带五皇子下去疗伤 是 顾剑 身为师长管教不严 理应受访 顾剑之罪 但是你找回九公主 功过相抵 你 接下来 你给我好好看着他 不许他踏出宫门半步 是 你下去吧 死丫头 死丫头 打死你 阿爹 你干什么 阿娘 快救我呀 今天去饶不了他 好了好了 我 我 我打了他 皇上 皇上 好了 你干什么呀 好了 小枫平安回来就好 你看 都是你怪出来的 那还不是阿爹逼的 这么多天 他一个人在外头 肯定受了不少苦 你还舍得打他 阿娘 我都好多天 没好好吃东西了 你听到没有 让他受点苦也好 省得他 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这样无法无天啊 我看 谁也不敢娶你 那太好了 我还不想嫁给中原皇子呢 好了 和亲的事 及时而些 从现在开始 不许你踏出这宫门半步 听话 你又要关我啊 阿爹 那你这次要关到什么时候啊 关到你 出了嫁为止 我 阿爹 哎呀 好啦 看你吃东西这样 你真是一点心事都没有啊 阿娘怎么啦 你是阿娘唯一的女儿 我一想到你阿爹 要把你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阿娘这心里都 阿娘 大妃 九公主 大妃 九公主 怎么了 不好了 豊朝和朔博两国使臣 正在义政殿向九公主提亲呢 你说什么 朔博也来提亲 这 这